歡迎收看伊拉加音樂 今天呢又不講音樂啦 今天呢又要來看一下我喜歡的東西叫做手錶 這支手錶呢它叫做Pacific 1 它呢還有一支叫做Asia Pacific 另外一支叫做Pacific 2 OK?新一點的 以後看看有沒有機會介紹給大家Pacific 2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外觀的設計 外觀其實它就是一個一看就是一個 基本的潛水錶的一個很很常見的設計啦 OK?特別是很出名的ROLX的那種 OK?就是這種設計有沒有 它是一個42mm的手錶 然後擁有200米的反水 那呢你會發現它這邊左邊有個這個圓圓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就是叫做排駭法 簡單來說呢這個排駭法呢 就是幫助你進行深海潛水以後 在上岸的過程的時候呢 它可以自己排出駭器 讓手錶的壓力跟外面壓力達到一個平衡 這樣手錶玻璃才會爆開來 那至於關於為什麼手錶裡會有駭器呢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這支影片裡所講的 通常可以潛到300米以上的手錶呢 都會有這個設計 OK?但是這支手錶呢 它說只能潛到200米 但是它也有了這個設計 它這個外圈呢 它這個陶瓷外圈 OK 那所有呢 它這個白色的線條啊 都是BGW9 就是Superluminova的夜觀啊 非常的好看 藍藍的 那它這個外圈呢 它是一個120克的爪牌啊 它是一個無日立的機械錶 有沒有發現其實 有時候有日立的機械錶還蠻煩的 特別是那些機械錶多 然後呢 又不是每支錶都放在那個自動上鏈盒的話呢 真的還蠻麻煩的 像我自己 因為我的錶盒只能放四支錶同時在上鏈 不是每支都可以放在上面上鏈 也不是每支都會天天帶 那一九沒帶的時候 你要重新帶的時候 又要重新三鏈 重新三鏈是小事 重新調時間 我覺得都有小事 但是重新調日期 就比較麻煩一點 然後你還要看日夜有不同喔 真的會浪費比較多時間在那邊調整 比較煩 那沒有日立的話呢 你知道打開轉一轉 然後調整好時間 帶上去就好了 就出門了 那它的機械呢 它採用SECCO的HN35自動三鏈機芯 有玩機械手錶的朋友 應該對這顆機芯應該不陌生吧 還蠻多品牌的手錶都有使用過這顆機芯 這顆機芯可以說是真的便宜又穩定 而且還有11小時的動力儲存 是真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機芯我覺得 這隻手錶的售價非常的便宜 它官網上只有2800港幣 OK 那有時候有活動的時候 或者是一些他們的會員等等 還有更多的discount 講真的這隻手錶呢 你帶去海邊玩 真的去潛水的話呢 挖挖了 撞到了 其實也不心疼 假如真的帶一隻稍微貴一點的潛水錶的話 還真的不敢拿去潛水用啦 甚至去海邊玩都不敢帶它 所以這隻手錶的它的售價呢 真的是讓你可以很安心的 真的去Enjoy這個帶這種潛水錶去海邊玩的感受了 如果對這個手錶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在以下的連結去他們官網再看看喔 其他款式 我自己呢是比較喜歡Pacific 2的外圈設計 有個紅紅的在這邊 但是呢 我又同時比較喜歡Pacific 1的內圈金針 不知道它會不會之後出三代是兩個混在一起 那就太好了 那我可能又想買了 那就這樣簡簡單單介紹一個便宜的潛水機械錶給大家啦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考慮看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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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